NBA球星退役后几乎都会面临经济问题 也许你在NBA打球期间是亿万富豪 但是退役后都可能破产 破产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还是生活水平上去了 退役后收入下滑严重 正所谓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这个时候收入巨大差距 会导致球星心理失衡 一旦失衡后 他们就可能有各种疯狂操作 然后钱会加速消耗 最后不得不破产 据统计 NBA球星退役后 破产率超60% 但是今天这五人 要让他们破产 难度比拿三连贯都大 这五位是谁 我们来认识一下 罗斯巅峰短暂 但是他巅峰时期人气很高 粉丝量也巨大 因此商业价值自然高 他巅峰时期 那真的是赚了很多钱 各种代言和广告 罗斯可以说是街道手软 关键这些收入到手后 罗斯没有乱用 他是拿来投资房地产 现在名下有几百套公寓 他每年收入收益都很可观 房子是固定资产 就算不增值也能保值 实在没钱了 随便售卖几套 又够罗斯潇洒很久 杜兰特工资都赚了几亿 今年又跟耐克签约了终身合同 他早就财富自由 他现在是NBA公认的钻石王老五 颜值高 有钱 在乡亲市场还是很抢手 但是杜兰特除了跟网友互喷之外 他投资相当厉害 投资数字货币那是赚了太多钱 就以他目前消费等级来看 他的钱足够他用几辈子 詹姆斯的商业头脑 在历史上都是顶级 别人有钱后就是各种挥霍 詹姆斯还是在享受生活 但是更多资产都用于投资 他现在涉及的范围很广 房地产 餐饮 运动品牌 他旗下的投资项目有好几十个 现在詹姆斯身家超10亿美金 每年收入依旧高居NBA第一 退役就算啥都不做 就他的钱 赤利息都足够一家人生活的无忧无虑 库里不仅有安德玛终身合同 他有股份在手 每年安德玛分红都很客观 他的商业价值极高 在用时期间 球队市值涨了几十亿 这就是库里能力体现 现在的库里 就是行走的印钞机 有他在 那里就充满了商机 未来还大概率进入勇士高层 钱对于他而言 就是一串数据 最后是乔丹 乔丹打球期间工资不算高 但是他场外收入太夸张 现在他有AJ股份 每年保底分红一亿美金 黄蜂队今年又抛售了 这一笔操作又赚了二十多亿美金 现在乔丹身价三十亿美金 在福布斯都榜上有名 他的资产整个体坛 那都是天花板存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